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关于这个中印冲突 中方在自己宣传的视频当中 说自己以少胜多 80人打跑了印度600多人 这么一个事件 继续在持续的发酵当中 昨天专头也专门录了一期视频 来说这个事情 我看了下边有很多网友 进行激烈的讨论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交流 那么其中有一些话 比较有代表性 而且就是说 言语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那么我们拿出来 放在这里面统一来说一说 你比如说 其本里面有的朋友就说了 说人家斯巴达三百勇士都能打 怎么中国人就不行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那么还有些网友就说 中国的军人就应该谴责 他们立场就是站在反人类角度 我们就 你不应该去同情他们 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的春头 咱们就做视频 好好来聊一聊这些话题 好 那我们首先说第一个问题 咱们就拿这个斯巴达来开刀 好不好 关于斯巴达这个三百勇士 这个电影震撼人心 拍的也非常的好看 对不对 那个肌肉猛男的这种雄壮和这种惨烈 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我告诉你 细说 它换成电影 它也叫细说 真实的历史上 这三百 就是斯巴达三百勇士 指的是 这个王 斯巴达的王 带着的三百位队 而电影不会告诉你的事 其实还有大概七千名的士兵 跟着这位王 一起前往温泉关进行决战 所以说 这件事情来说 你说你三百打波斯 那么多人 你觉得就可以说 今天中国八十都可以打六百个 这个完全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这个话题 我觉得是今天最浅的一个话题 只要你的眼界足够开阔 对于历史有一定的了解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说 如果还有相信这样的网友 你就可以告诉你身边这些人 你让他们去看看历史就好了 而且我相信这个历史 在中国墙内 甚至都不会被墙 你们去搜一下 就能找得到 当然我们说去题外话 其实有很多时候 坑人最深的 就是这种我们自以为是 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常识 常识才坑人 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些问题 要严谨 要辩证 免得被生活中这些影视 电视剧 这些东西 充斥我们脑子 把想当然当成了理所当然 最后生活中坑的 就是我们自己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网友 这个叫王可 这位网友 他说 说你太瞧得起印度了 巴伯尔领着一万人 就能打下印度 创立了莫沃尔王朝 打仗不是鼠人头 要看有没有战斗力 一触击溃的士兵 再多也没有意义 这个很明显 简态思就是说 印度是一触即溃 印度哪一次被征服 不是被少数人打败的呢 那关于这个问题 咱们是说对事不对人 咱们不是对这个网友 有什么意见 但是这种问题 本身的性质 它是纠缠了 有傲慢 有偏见 还有加上无知 这么一个混合的产物 对事不对人 这位网友不要生气 怎么回事呢 你看 实际上 中国人普遍有一个习惯 或一个恶习 就是 要么就是无限的轻视对手 拿鼻孔看人 我蔑视你 要么就是无限仰视对手 您是大神 你是如何如何屌 就是遇到自己 无法对抗敌人的时候 就会去神化他 其实这两者都是错误的 你就说这位网友说的 印度人一触即溃 所以今天 他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880打600就没问题 随便随便打了 你想怎么可能 那都是精壮的汉子 对不对 这个在高原上这些战士 说白了 不管是中国印度 能在海拔4000米 发 就是说进行这种战斗的 至少比砖头强 砖头上去海拔400米 就不行了 对不对 人家能打仗 那就是身体不够是倍儿棒的 没有什么一触即溃 而且就算是一触即溃 少数打败多数了 你这个少数就强 多数就弱了吗 那如果这么算的话 你输入中国 咱们从近往远了说 近的处 八国联军 多少人 就打进北京了 对不对 再往前 这个怎么打起来的 清政府派了2万人 还是3万人 打东郊民巷 人家几百兵守了几个月 你没打进去 怎么着 人几百个打几万个 你是不是中国就废物了 对不对 你再往前倒 满清入关的时候怎么样 满清入关的时候 那不更是少的又少吗 号称什么什么什么 八旗不满万 满万不可敌 大概是这意思 对不对 这不都是传出来的吗 怎么着 那是不是说明你们明朝 中国人明朝祖宗也不行 是吗 而且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证明说被少数人打败的人 也不是弱者 咱们还是中国历史上活生的例子 咱们说宋朝 宋朝 宋朝被辽国打的跟孙子一样 没错吧 签订各种不平等 不肯定条约 各种屈辱 对不对 咱们都知道 还要给交什么碎壁等等 咱们这个经济问题 咱们都不说 总的来说 就是辽国压着宋朝打 没问题吧 好 辽被谁打败了 被金国打败了 对吗 这个什么金乌珠 对不对 被这些人 这些人是不是少数 是少数 他打败了辽国 是不是 是 辽就是弱者 如果他是弱者 他怎么压着中国打了这么长时间 那按照这些人的理论 你是不是中国弱的 连弱者都不算呢 所以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 好不好 没有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民族 你说这个国家都是弱兵 那么谁相信这一点 谁上战场就一定会吃大亏 在生活中甚至也会吃大亏 因为他犯了一个轻敌的毛病 这样的人做生意 生意容易赔 上战场就容易丢性命 好吧 然后咱们看下一个 那么这个叫封的誓言 这位网友说 说这帮文宣和其背后的领导 是真的高级黑 就这个事情传到底层官员那里 嘴上虽然不说 可是心里早就明白了 以后还打什么仗呢 我明白你说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 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 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中国的军队 还真没有这个担忧 为什么 比如咱们拿美国军队几率子 前段时间美国出事 大家都知道对吧 国会进了很多士兵 躺了一地 你又注意看 当时国会里边 有很多士兵躺在那里 双手都是这样 当然我这派比较大 他拿着手机 就这样 看着手机 很多拍高官的时候 在背景里面 这些士兵都是一个姿势 躺在那里 看手机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美军在飞直勤的时候 士兵是刷手机 怎么怎么样 他是没有限制的 随便刷 随便玩 你想打王农荣耀都可以 当然我不知道美国人打不打 就举个例子 但是中国一样吗 中国对于士兵的思维的管控 还有洗脑是最强的 也就是说在军队中 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一种事例 一种思想 一种思潮 你进了这个军队 就像中共自己的话 就进了一个大熔炉一样 你的思想不再是你自己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这种情况 且不说这个报道 能不能让这些基层官兵看到 就算这基层官兵看到了 他们也会继续高唱赞歌 我们就是你看人家牺牲了 得多得不得荣耀 怎么牺牲的不是我呀 你明白吗 他们就会有这种想法 那么这种状态 直到是说他要退伍了 或者是说进行这个改了行业了 然后在生活中经历艰难之后 他逐渐才会 又少了那部分的影响 他逐渐能够明白 但是这样的人呢 到了老年了以后 七八十了以后 随着这个逻辑思维的这个缺失 他慢慢又会回到 他最熟悉的 给他烙印最深的那个年代 就是现在你在网上 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人 在跳那个中字舞 开口必成毛主席 为什么 其实并不是这些老人 他们的思维 就是还是那样子 而是他回到了他年轻 在他感情大脑皮层深处 留下痕迹最深的那顿岁月 他把那个东西当成了真实 这是很可怜的一种现象 好 我们再看一个 你看这位网友 他求教提了一个问题 说如果两个村中 因为利益发生泄斗死人 大概是把两个村的杀人犯 抓起来绳之以法 但是两个国家 因为利益发生泄斗死人 两边都把死的人称为英雄 杀人犯也无法绳之以法 难道没有国际法管这点事吗 他说他有点凌乱 那这位网友 我给您简单的说一下 您这个话题很大 但是我这么说 国际法 如果说历史是个小姑娘的话 被人随意打扮 那么国际法就是一个手办 你想怎么蹂躪都可以 你明白吗 国际法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约束力 咱坦白的说 因为国际法的约束力 是透过执行机关 就是比如说 一些超级大国 愿意去执行它的时候 扯国际法的大旗过来 就是说所谓的 像中国以前那时候 替天行道 我们是扯的老天爷大旗 是一样的 法律它有规则 但同时它也要执行 否则它就是一部空法 那么在国内 一个国家的内部 法律的执行 是靠着暴力机关 警察公安 乃至军队特警等等 这些来执行法律 你犯了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 都有警察来找你 都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来抓你 对不对 只不过区别在于 有的可能是因为你说了一句话 就把你抓起来 有的是因为你做了事情 才会把你抓起来 而在国际上 你就说吧 你犯法了 谁来抓你 谁来抓你 不就等于打一场战争吗 所以不要迷信国际法 好吧 国际法其实基本上就是了解一下 看看当个乐就完事 那因为时间关键 咱们再读一个 这个有一个网友叫海洋 他写的挺多 他说法西斯 纳粹士兵也是把命豁出去战斗了 所以按照博主就指我的逻辑 那些法西斯纳粹兵也是可敬的 就说你挖苦我 说这就是我的立场不对等等 他后面还做了很多的阐述 我也试图说服他 但是光复文字没办法说服 我给你们挑着 把他这个阐述的理论念一下 很多人都会有 就是我看到留言里面有这样的共鸣 比如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说这个中国的军队 跟当年这个六四 在天安门 这些这个士兵 没有任何的区别 都是维护极权的这个爪牙 所以他们就不值得敬重 不值得同情等等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体制是这些人的问题 你既然在体制内你就有罪 所以就应该批判你 就应该审判你 就应该如何说如何说 等等等等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 我觉得有必要来详细的说一说 这也触及到砖头 对于这件事情里面的 跟很多人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么首先他提到了这个德国纳粹 实际上 其实很多人现在把德国纳粹标签化了 如果你熟悉这个二战的战争史的话 你会了解一个问题 在我们生活中 很多人一说德国 一说法西斯 一说纳粹 就好像是纳粹 是这个国家的全部 确实是当时是希特勒领导整个德国 但是你要清楚 他下面分非常多的师团 非常多的部队 也非常多的派系 你们所说的纳粹 或者是干了很多反人类罪行的 这些人是德国的党卫军 他虽然领导这个国家 但是他不能领导每一个人的思想 在当时这个战争的前线上 有非常多的英勇的战士 是什么呢 是德国人 这些德国人 他们是德国的国防军 被希特勒所领导 所统治 这些人 他们并不喜欢发动战争 或者是说 发动战争之后 他们意识到自己有了错误 但是没办法 人在军队里面身不由己 而且面对俄国人 面对其他的一些国家 欧洲这些国家 往往是有世仇的 所以这里面的情况非常复杂 就是每一个人 他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你不能一眼以盖之 所有德国的军人 那都是纳粹分子 那是完全草率的 这就是我提到之前 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把人简单的标签化 这样的话 能够确实是看起来更高效 理解问题好像更透彻 那中国一分为二 好的坏的 这个中国这个是好的 那个是坏的 这个中国党说的就是对的 谁说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国家病情标签化了以后 这样的话 人会逐渐变为弱智 每一个人 我常说你要一分为二 一分为三 一分为N的看问题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不要搞这种大这个什么 一勺会 只要贴着中国军人 那就是说活该 或者说只要中国军人 那就应该称赞 没有这样的 而且再有一个 我为什么说 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 我提到说这战死的 就是说这至少说 因为只播出了这四个死的 还有很多死的连波都没有没有资格播 这个说对吧 那个为了面子 不让波 那这些人 为什么我对他们表示一个敬意呢 虽然我给他们素位谋面 素位平生 跟他也没有任何的瓜葛 但是我想说 人 中国有句古话 叫什么 人死为大 人这一身子 你说他有法拉利 这边有兰波基尼 他有这个LV的包包 那边有香奈儿的香水 这些东西 都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人唯有这一身 这条命 是每个人最宝贵 也是最根本的 天花烂坠的谎言 京士的骗局 各样各样的什么东西 在命面前 屁都不值 你明白吗 一个人就算有今天的骗术 他骗完了 他得有钱去花呀 一个人 他怎么就阿鱼 这个溜须拍马上司 想着以后做大官 他得有命去做上去 所以说 这些士兵 他们死了 你甭管因为什么原因 甭管说他的体制 如何如何邪恶 他自己如何如何愚昧 如何如何愚忠 他死了 死了 至少在死前 甭管是因为战斗也好 怎么也好 他的命没了 我们应该对这条命 有一定的尊重 你说他舔共也好 你说他小粉红也好 他小粉红 他舔共 他舔到死了 那不都不说 至少从这一点来说 他也值得一定的尊重 至少我不想去羞辱 不想去讽刺这些人 因为他命没了 就这么简单 没别的 所以说节目最后 我做一个总结吧 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其实关于体制不体制 关于什么 我不想讨论太学术 有些人一说 就是这个教授说过 那个专家说过 我不觉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心里边怎么说 你自己心里边是怎么想的 你的观点 那才是你的 别的教授的 那是别人的 我给你们看一个小短片 你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小短片 好 关于这个小短片 我不想说他作秀 我也不想说 他是不是找了一个偏远山 去专门来拍这个视频 我就想请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等我拉回去 这节目播完以后 你拉回去 你再去带着问题 你再看一遍 那个小女孩清澈的眼睛 看一看他旁边 那个老奶的 那个破旧的衣服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贫困的 蒙昧的 无知的 这样一个人的一生里面 当他接触不到外网 他不会使用推特 他看不到自由世界的信息的时候 这样一个人 他就真的相信了 党说的 我们是保家卫国 他就真的相信了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我问你 你吓得去口 去口诛笔伐 这样一位可怜的少女吗 反正也许你会 但是我 我做不到 因为他是无知的 他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张嘴闭嘴 当然咱们是讨论 有不同意见 到时候评论区 咱们可以留言 有些人张嘴闭嘴 就是体制的原罪 你只要在这个 那些油压说怎么说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确实这个道理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但是我想 你还可以再细分为两类人 一类是主动进入体制 通过这个体制 他想谋夺一些好处 获得一些晋升的 还有一种是被动进入体制的 他生来就在这个体制当中 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或者他不足够知道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那么这些人 我就并不像很多人一样 就是说 只要觉得他是体制内的 就有仇视 就有鄙视 就有讽刺 我不这样看 每一个人生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的人生 有他的难处 也有他的无奈 有他的可怜 也有他的可恨 所以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我的节目一直鼓励大家 我们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不要再有人跟我说 谁是那么说的 谁是那么说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怎么说的 我关心的是你怎么说的 我关心的是 你作为一个自然人 能不能够独立思考 如果你能够独立思考 或者说更好的是 如果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能够独立思考了 那砖头 那就是为人类社会 做了一份贡献 我就很开心 好了 那今天关于这个话 先就聊到这里 大家还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论区给我留言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